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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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像沙田的ICS很好 所以去那些讀又如何。 沒有位置,排隊很多 唉... 嘩,搖頭了 怎麼好呢 這些好樂的事情是承擔 對方是承擔 另外我想說,這個家庭需要有目標 家庭不要只是两个情侣在一起之后 变成了我们一个两个人的圈子绑在一起 然后我们烛光晚餐,烛光晚餐 其实不是金童玉女生活 开始是承担一个柴米油盐的夫妻 是很艰难的 还有的是目标 不要只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庭而成为一个目标 会不会有一个远一点的目标 药室之道,玛利亚之道 两个是分别为上帝承担不同的东西的 一个就是会承担一个名誉的问题 未结婚怀孕 不过他说,好了,既然是主的心意 我顶硬想,就是这样 药室之道,这个很重要 因为生出来要吸得起名叫耶稣 将百姓从罪恶宗救出来行 将来救主在我们家里出 大为紧张 这两个人开始承担 明白吗?然后有一个目标 这个小孩出生 所以他很尊重这件事 就是 等他生了投胎的儿子 才开始跟玛利亚同房生他自己的儿子 明白吗?这样 其实是一个承担和尊重 我们都可以应用这个家里的目标 你家里有没有目标? 要养大他,目标就是这样 到公书教学 养大他成为一个好人 可能是这样的 不过可以有一个好点的目标 我听过一个老人家说 我五个儿子 我的心愿就是其中有一个儿子做传道人 这样 我不知道他是想哪个做 最厉害的还是最差的 五个儿子最差的你,你做传道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有些人是好笑的 最厉害的那个当然是做医生 多厉害的那个当然是做律师 没有那么厉害的那个做传道 以前真的有人这样想的,很有趣的 你会不会想 我们这家人,我们这家夫妇 我们这家家庭是一个目标的 我最后结束的时候说 我认为一个牧师 我自己熟年的父亲 就是牧师,叫做李飞吾牧牧师 孙道会希伯伦堂的牧师 他是一个熟年的母亲,他是孤儿 跟着这个宣教士长大 叫做何尔斯,Ruth Hitchcock 在内地叫做何尔姑 何尔姑开教堂,开诊所,开孤儿园 他是其中一个孤儿 在那群孤儿里面有好几个做了牧师 其中一个就是我的牧师,叫做李飞吾 另一个又在一起长大,很好朋友的 叫做简国庆,也是牧师 简国庆的牧师,和我这么高 很瘦的,到现在保存得很好 很energetic 八成七八十岁,周围去宣教非洲 他都去的 他家里是出了几个宣教士和牧师的 七个,不知道七个还是六个子女 这个简国庆牧师,我和他的子女很熟 这个简国庆牧师,见到我 他以前是满地学了宣教会的牧师 他见到我,他就会告诉我 如果谈到某一样东西,他就会告诉我 真是,为什么不生小孩呢 这样的,唉 那没有生的,那就没有了 那我们又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其实有点害怕小孩的 我们喜欢玩别人,好玩的小孩 见到他不好玩,快点给他 那样,那样就好 那样,现在想不到几百个孤儿 那样很有趣 他说,你不生小孩的 他的理论是,尽量生多些 因为他说,这个世界不好 坏人多 所谓要生多些子女 是,圣经说,生多些敬虔的后裔 明白,生多些敬虔的后裔 明白,生多些敬虔的后裔 令到这个世界好一点 冲淡一点,就是冲淡一点 明白,就是这样的 生多些敬虔的后裔 所以他也生六七个 很厉害,一个人都挺好 又不一定是个人做牧师的 但是很多好骄徒 其实,伊斯兰是在用这个战略的 是生育宣教法的 伊斯兰生了很多子女 而全部都是很好的伊斯兰教徒 是家族地信的 而人口比例是会慢慢追上的 所以伊斯兰是会成功的 是会成功的 我读神学那时 三十年前 当时讨论欧洲 欧洲已经有一个critical issue 一个很重要 很生死存亡 很紧张的一件事情 要讨论的了 就是欧洲 越来越多伊斯兰教徒 他们一出生都是伊斯兰教徒 和他们慢慢会生上去 这样欧洲在二十年后 会变成伊斯兰地方 就是这样,想不到 不过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了 未变得 不过伊斯兰信徒和人口 是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增加 是生育宣教法 基督徒呢 是越来越少 因为基督徒 一名 零点几个 是缩少 其实呢 他都有一个目标 生多些敬健的后裔 这是家庭的目标 是栽培多些敬健的子女 你怎样去看家庭的目标呢 我想我子女将来出来 是一个 高级知识分子 这是目标 是不是这样 我想他出来 是一个运动建章 这是一个目标 我想他出来 很健碩 是一个目标 但其实 你有没有想过 我想这个子女出来 大不健碩 不重要 是不是高级知识分子 不重要 是不是运动家 不重要 我想他最后 是变成一个很敬虔的人 受缩点不重要 明白 不是高级知识分子不重要 是一个敬虔的后裔 就是这样 这是你的目标 可以是你的目标 这个重要 其实一个家庭都需要有目标 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就 顺服与卫生 这个 欢容与仁慈 承担与目标 同心讨告 主多谢你 给我们在药室身上 我们都看到很多功课 这个人在这段经文出现之后 在圣经里面已经没有再出现 但其实他真是一个义人 他做的事好像不是很多 不过他是重要 默默无声 不过是一个敬虔的人 有个任务给他 叫他在初期的时候 去养育救主耶稣 他就 由取玛利亚开始 由主耶稣出世开始 由他做斗木的工作 来到大大耶稣开始 他就做了这些工作 主我相信是被上帝欣赏的 主我求你自己帮助我们 都同样有一个目标 让我们的家庭更加敬虔 求主自己带领 谁听我们卑微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命求 阿们 多谢大家